想到吧 國慶日快樂 有喔 國慶日快樂 大家好 我是詩音姐姐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最喜歡的五首國慶日的歌曲 其實新加坡的國慶日是在8月9號 為什麼這麼遲才會跟大家分享這個視頻呢? 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國慶慶典延期了 所以當你在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沒有正式觀賞到我們的國慶日慶典 那我覺得新加坡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一首新的國慶日歌曲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有沒有這樣子的習慣 不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喔 很想要知道新加坡是不是唯一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每一年都會邀請不同的本地歌手 來演唱國慶日的歌曲 像不管是本地還是海外都會聽過的名字 就是有林俊傑啦 蔡劍亞啦 孫燕姿 陳傑宜等等 所以令我開心的其實就是近年來呢 他們也開始邀請Indie Artists 來演唱這些國慶日歌曲 這令身為Indie Artists 的自己 覺得說其實新加坡人也在注意我們做的音樂 然後我們也被尊重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非常開心看到的事情啦 好 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五首我自己最喜歡的國慶日歌曲 這首歌新加坡人一聽就已經猜到我的年齡了 可是我自己真的從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這首歌 它的這個concept令我想起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它就是把一些很日常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說 都是小事情的東西寫在歌曲裡面 可是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這些小事情才會打動你 讓你覺得很溫馨的感覺 所以這首歌呢 從小到大 我就是每次到國慶日的時候都一定會想起它 這首我覺得可能國外的朋友有聽過喔 因為孫燕姿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當然是因為孫燕姿 我是很喜歡孫燕姿的 所以這首也是陪伴著我過童年 I need a heart beat I'll be there for you in a heart beat in a heart beat no one else will do in a heartbeat We will always be together united 這首歌真的真的非常好聽 我大力推薦大家就是上網搜一下 In a Heartbeat 它只有英文版本的 它就是聽起來很classy 很溫馨 一個新加坡人來講的話 我聽了我就覺得很有回家的感覺 This is home, truly, where I know I must be Where my dreams wait for me, where that river always flows This is home, surely, as my senses tell me This is where I won't be alone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t's home 這首歌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只要你是新加坡人 只要你住在新加坡 你肯定有聽過 其實甚至是海外的朋友 我相信都有聽過對不對 留言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不是住在新加坡的話 讓我們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這首歌對我來說非常的特別 因為最早期的新加坡歌曲 聽起來都比較老派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從家開始 我們的國慶日歌曲聽起來 就比較有流行曲的感覺 就更多人喜歡聽 更多人喜歡唱 我可以告訴你 很多小學生、中學生 真的都很喜歡國慶日歌曲 然後把它們當成流行曲在唱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新加坡 做得非常成功的一點 最後這首 The Road Ahead 也就是今年2021 新加坡的國慶日歌曲 為什麼它會在我的 Top5的名單裡面呢 因為今年我還有 新加坡的幾位Youtubers 我們一起來合作了一個 A cappella的Cover 已經在Spotify Youtube上面也可以聽到 我會把連接都放到下面 大家趕快去聽一下 然後讓我們知道你喜不喜歡喔 好好那今天呢 這就是我的Top5 如果大家呢 還有什麼喜歡的國慶日歌曲 是我沒有提到的話 也不妨留言 然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喔 然後我是新加坡 我們每個星期五都會在這裡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唱歌的話 就趕快幫我們按個訂閱 那當然也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的Handle是Singin姐姐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留言分享 然後我們下個星期五見 拜拜